这节新闻是由99Ranch Market 大华超级市场赞助播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好 欢迎您收看新岛头条新闻 我是孟阳 带您关注天下大事 今天是2014年6月6号星期五 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提要 约20国的领袖在法国出席二战盟军登陆诺曼底70周年纪念活动 另外我们也会继续关注西雅图太平洋大学枪击案的最新进展 而移民政策方面 联邦政府宣布暂缓递解无证移民少年可以获得延期两年 以上是今天的头条新闻提要 此外还有哪些焦点新闻 请明月带我们关心 好的 今天的焦点新闻会给大家介绍一下加州法案 要求学生在校园内进行性行为前需得到口头或书面的同意 那么稍后会给您介绍具体的情况 更多精彩的新闻一会儿带给您 新岛新闻集团 您的最佳宣传伙伴 新岛日报 旗下杂志包括 新岛地产 新岛周刊 东周刊 发行量第一的免费中文报刊 美国都市报 收听率第一的国月语电台 新岛中文电台 与Xfinity Comcast 238台CrossingsTV合作的电视节目 新岛头条新闻 新岛.tv 新岛usa.com chineseradio.com 新岛TV app 多元化 全方位 为您提供一站式市场推广策略 广告热线 1800 新岛 星期六全新新岛周刊 新岛周刊加中国娱乐第一刊 南都娱乐 一本杂志双重享受 不雅视频让贾乃亮 认亲人和事 李小璐和女儿是他人生最好的礼物 恋情事业双攀高峰 光峰成为内地乐坛新领军人 大数据分析张艺谋电影归来 网络搜索最多关键词 张艺谋巩俐重燃旧情 全新新岛周刊 星期六随新岛日报附送 别忘了星期六买新岛 欢迎回到新岛头条新闻 我们首先来关注国际的焦点 与20国的领袖 元首及数千名老兵在法国出席活动 纪念二战盟军登陆诺曼底70周年 我们来看新岛记者崔林子的报道 法国总统奥朗德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到访诺曼底美军战亡将士墓 在当日日出 即当年登陆的时刻 美军第29步兵师的老兵 在奥马哈海滩悼念阵亡的战友 美国总统奥巴马 法国总统奥朗德以及数千名老兵及家眷 到安葬了9000多名阵亡美军的公墓悼念 奥朗德致辞时赞扬参与诺曼底登陆战的所有军人都是英雄 法国永远不会忘记功劳归属于士兵 以及美法两国的团结 美法总统带领在场人士向出席的老兵质疑热烈的掌声 奥巴马形容诺曼底是争取民主的摊头 强调美国拥护自由 平等 以及人类与生俱来的尊严 这些都已在诺曼底沙滩遗学写书 并会直至永远 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英联邦正王将士墓献花 她与王夫菲列亲王王储查理斯抗利与老兵见面 青岛记者翠玲子报道 而另一方面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奥巴马 利用在法国出席二战盟军登陆诺曼底70周年活动的机会 两个人进行了短暂会面 我们来看星岛记者刘如谦的报道 白宫表示 两人是在午宴期间非正式交谈10到15分钟 是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两人首度见面 普京的发言人指出 双方就乌克兰东部局势交换意见 同意需要尽快结束暴力和战斗 另外 普京也与当选乌克兰总统的波罗申科会晤15分钟 双方主要讨论俄罗斯如何承认乌克兰总统选举结果 以及停火的可能 克里姆林宫表示 普京与波罗申科都呼吁 尽快结束乌克兰的流血冲突 另一方面 当出席活动的多国领袖合照时 记者目睹普京 波罗申科及德国总统默克尔三人寒暄 交谈约一分钟 俄罗斯因为吞并克里米亚受到美欧制裁 普京此行 令外间关注会否试图打破西方的孤立 普京此行受到法国总统奥朗德的热情接待 没有被刻意冷落 普京早前又与德国总统默克尔会面 德国政府发言人指 默克尔提醒普京随网乌克兰选出新总统 俄罗斯有重大责任稳定乌克兰局势 尤其是东部地区 星岛记者刘如谦报道 西雅图太平洋大学昨天发生了枪击案 导致一人死亡三人受伤 今天当局公布死者为19岁的亚裔学生Paul Lee 另外警方证实26岁的疑犯伊巴拉当场被捕 而这要归功于该校22岁的工程系学生米斯的建议用为 请看星岛记者刘如谦的报道 米斯平时担任校园保安义工 昨天下午枪手向学生开了两枪 并打中其中一名学生 正在试图装子弹的时候 米斯冲上前向枪手喷射胡椒物 接着连同其他保安将他制服在地 米斯本人和家人尚没有接受媒体访问 他的朋友形容他机智聪颖并且热心助人 暗中身亡19岁男学生的身份今天也获证实 是来自俄勒冈州的19岁亚裔男生Paul Lee 在三名伤者中 19岁女学生接受手术抢救五小时后 目前情况仍然危待 其余两名男伤者情况稳定 另一方面 疑犯伊巴拉今天出庭 代表他的公辩律师说伊巴拉患有精神疾病 对枪杀行为感到抱歉 而警方报告则指出 伊巴拉接受盘问时坦诚早已策划杀人 而且希望杀的人越多越好 之后就会自尽 法官下令他不得保释 预期下星期提堂 将被控预谋杀人等重罪 星岛记者刘如谦报道 再来关注移民方面的最新消息 联邦政府宣布 即将借满的暂缓递解无证移民 可以获得延期两年 为紫旧金山市府今天宣布 会提供一系列的申请服务 下面就让星岛记者姚善恒张正 带我们了解一下详情 总统奥巴马于2012年6月 宣布暂缓递解项目 让境内176万名 16岁以前来美的无证移民 能够合法留在美国 暂时免受递解 并且可以申请合法的工作证 今天旧金山民政及移民办事处 举办邀请了20名无证学生 分享他们从没有身份的黑暗岁月 到获得合法工作机会的喜悦 12岁时同家人透过旅游 从委内瑞拉来到美国的华裔无证移民 陈小姐说 祝金山七家非牟利机构 呼吁无证移民 永远申请延期 而已成功申请 即将于9月及10月到期的申请人士 现在可以申请延长两年限期 表格费用465元 和资格低收入人士可获资助 英文热线650-784-0604 中文热线415-779-5236 新岛记者姚善恒张正报道 如果说美国前国务卿乔治舒尔兹成为超人 英雄救美 或者是前旧金山市长布朗成为国王 您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吗 这些有趣的画面呀 今天就出现在了旧金山市府大厅 Beach Blanket Babylon的40周年纪念演出当中 没错 那些巨大而又缤纷的帽子们又来了 下面就让新岛记者徐明月带我们去现场看一看 今天中午旧金山市政府大厅格外热闹闪亮非凡 被评为戏剧历史上最悠久的音乐杂志类节目 Beach Blanket Babylon 今天迎来了40岁的生日 这个节目因为戴在演员头上夸张而又隆重的大帽子 针编石壁富有幽默感的唱词 成为旧金山的一大演出特色 演出由旧金山同性恋合唱团体开幕 白雪公主花生先生等剧目经典人物形象 一一亮相 拉斯维加斯和伦敦的帽子女王的鼎力加盟 也带来了一阵高潮 旧金山市长李孟贤特地穿上了闪亮的礼服 打趣说这件衣服是从前市长布朗的衣橱里翻出来的 引来了现场观众的阵阵笑声 而前市长布朗也不负众望扮演路易国王 戴着王冠意气风发 还有一幕演出中 白雪公主被大风吹到了天上 前国务卿舒尔兹帅气现身上演了英雄救美的戏码 压轴出场的当然是帽子女王 她头顶40周年特定的大帽子 带来了Beach Blanky Babylon的名曲 引来全场大合唱 这半个小时的免费演出 让近千名的观众享受了一场视觉和听觉的滔铁盛宴 星岛记者徐明月报道 日前震惊加拿大的警员被杀案 经过警方一天一夜的搜索 24岁的一犯布尔克终于在昨晚落网 秋期片刻稍后继续回来关注焦点新闻 Kevin 又在玩手机打电动啦 妈 哈佛全方位出了手机APP 每天轻松做题 SAT进步超快 真的吗 秀给我看看 哈佛全方位教育机构 大学申请辅导的权威 哈佛全方位创新的手机APP 给学生最强效的SAT练习 想您的子女进入理想大学 就交给哈佛全方位 暑期班招生中 新岛日报 友情速递分类小广告 祝您幸福 欢迎回来 接着请明月带您关注一下 今天的焦点新闻 明月 好的 马上来关注焦点新闻 加州参议院呢 今天通过了一项法案 要求加州的公立大学 必须就预防和制止学校性侵的行为 设立一个全面的政策 其中包括要求学生在发生性行为之前 双方都必须口头或者书面同意 提出法案的南加州的州议员迪里昂说 校园的性侵问题日渐的严重 校方必须让学生们明白 只有在明确的同意下才能发生性行为 朝鲜官方的中央通讯社报道说 一名四月底入境的美国人 违反了朝鲜法律规定而被扣留 日本共同社引述了外交消息指出 这名美国人涉嫌在酒店故意留下圣经 在出境前被扣留 美国国务院表示已经掌握情况 正通过瑞典驻平壤大使馆 敦促朝鲜放人 震惊加拿大的警员被杀案 经过当局一天一夜的搜索之后 24岁的嫌犯布尔克已在昨天晚上深夜落网 行凶的动机尚在调查之中 曾与布尔克在大型的零售上 沃尔玛共事的一名女子表示 布尔克经常对她说想要杀人 而该案共导致三名警员的死亡 另外两名警员受伤 越南的胡志明市的公安部门今天说 越南一个反政府组织的月薪组织 涉嫌利用刑事煽动坏分子 而纠结数百名的民众和工人 对外资企业进行打砸墙等行为 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交的中国军力报告指出 中国持续增强海军海空军的实力 包括发展和试验多种新的导弹 并提升网络空间太空和电子战的能力 报告还批评中国军事缺乏透明度 而中国国防部回应说 美方对中国正常的国防和军队建设 妄加指责渲染中国军事威胁 是极其错误的做法 而中方表示强烈的反对 泰国军方上个月政变之后 成立的全国维持和平秩序委员会 宣布再解除华新、查安、夹米府 以及攀牙府等四个旅游城市的宵禁 以减少对旅游业的影响 以上就是今天的焦点新闻 来关注财经简报 继续关注一下财经消息 联邦储备局理事鲍威尔表示 在决定加息之前 希望看到美国就业市场 劳动力闲置的情况改善 因为工资增长一直非常疲软 美国上个月非农业职位增加了21.7万份 连续四个月新增非农职位超过20万份 这反映出美国就业状况 回复到了衰退前的水平 老公布表示 上个月失业率维持在6.3%的 五年半低位不变 而且上个月美国平均时薪上升了5美分 接着带您观察一下 华尔街三大股指今天的走势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16924点升88点 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4321点升25点 标普500指数收市报1949点升8点 汇价方面 1美元兑换人民币报6.2517 港元7.7526 台币30.0020 欧元0.7329 日元102.5235 英镑0.5951 澳元1.0711 加元1.0926 原油价格报每桶102.76美元升28美分 金价报每盎司1253.40美元升10美分 白银价格报每盎司19.01美元跌7美分 周末两天 湾区大部分地区将会继续保持晴朗的好天气 到了周日 气温将会出现5到10度左右的小幅回升 而南湾和东湾的部分地区呢 会出现90度以上的最高温 接着来关注一下本周末湾区各地的天气状况 星TOW WEATHER GIRLS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快 赶快来 大华超级市场30周年庆回馈大抽奖 6月10日截止报名 6月13日举行公开抽奖 免费参加 人人都有机会赢得大奖 高级精美礼品包括大华礼券 高级家庭电器 每家东岸9天旅游套单 苹果平板电脑 还有全新滑滑房车 灵质IS250 及丰田省油电动房车USC 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请至各份店或上网 99Range.com slash30查询详情 星期六全新新岛周刊 新岛周刊加中国娱乐第一刊 南都娱乐 一本杂志双重享受 不雅视频让贾买亮 认亲人和事 李小璐和女儿是他人生最好的礼物 恋情事业双攤高峰 汪峰成为内地乐坛心领军人 大数据分析张艺谋电影归来 网络搜索最多关键词 张艺谋巩俐重燃旧情 全新新岛周刊 星期六随新岛日报附送 别忘了星期六买新岛 欢迎回到新岛头条新闻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组两岸三地的相关消息 我们首先把目光放到香港 香港旅游发展局的主席林建月 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 发展局关注到了端午节假期内地防港旅客数字下跌的现象 他表示旅客的减少对于香港的零售业会造成影响 请看记者来自香港的报道 林建月说 与香港零售业受影响相比 同期澳门的零售业数字却在上升 这对香港旅游来讲也许是一个警讯 林建月提议 香港各界讨讨论如何处理自由行问题时 要在香港的承受力和港人需求之间取得平衡 旅游业界和政府也应当深入研究 此前一天 6月5号 香港经济及发展局局长苏锦良表示 与往年相比 今年端午节期间 内地房港旅客数量下降 在端午节这三天的假期 是同去年的三天端午节放假的假期里面 我们见到在内地的旅客来香港的人数这方面 是下跌了2.5% 在这三天我们见到过往的几年 比如2010年的增长有60% 在接着来的几年都百分之二十二十一二十八 所以今年突然间跌到减少了百分之二点五 根据香港旅发局公布的数据 2014年1到4月份 内地方港旅客达1497.4万多人次 比去年同期增长18.7% 此前香港特区政府表示 考虑到香港旅客承受能力问题 正研究调控内地自由行旅客人数 但要客观分析调控措施所带来的经济代价 又到一年高考时了 在中国的高考前夕 除了学生和家长们感到紧张之外 教育部门为了防止越来越严重的 甚至是利用高科技的作弊行为 也采取了更加严密的相应措施 例如在重庆的考场就安装了全方位的摄像头 我们一起到重庆的考场去看一看 记者在重庆自水中学考场监控室看到 考生一旦进入考点 将被全方位进行监控 据自水中学党委书记刘双文介绍 该校每个考场都安装有摄像头 全程监控考试过程 全校整个考店有145个摄像头 整个室内有78个摄像头 适用的摄像头是700线光脚定教摄像头 这种摄像头它的好处就是 每天19点 一个教室只要一个这样摄像头 它就能够把整个教室的 全方位的优效地监控起来 所以这个能够保证我们的考试 能够很公正 公平 也能够保证我们的考试很安全 据了解 为保证高考公平公正 今年重庆市120个考点 统一配备信号屏蔽仪 金属探测器等设施设备 全市所有普通高考考点考场 实现三级联网 此外 高考期间 多个部门还将出动 无线电监测车等多种措施 严厉打击违继作弊行为 积极营造更加优良 更加公平公正的国家考试环境 台湾台南市长赖清德 出访中国上海 主持台湾著名画家 在当地画展的开幕礼 在出发之前 赖清德表示 没有安排与大陆方面的官员会面 来看记者的报道 台南市长赖清德 一早现身桃园机场 准备搭机前往中国访问 主持台南市政府 在上海办的沉沉泊画展 这是赖清德第一次访中 也是到现在唯一一位 还没有访中的 民进党执政县市首长 针对访中 我一直持开放的态度 没有排斥 也没有刻意 只要时机适当 自然水到渠成 这次访中 赖清德定调为文化之旅 只有短短的两天一夜 出发之前 已经先向前主席苏贞昌 和现任主席蔡英文报备 获得苏蔡的支持 由于过去民进党现任首长登陆 不免受到外界批评 赖清德强调 这次行程全程公开 作为地方首长 不应该排斥 避免过去只听到一种声音 造成社会的不安 每一个行程都公开 并没有准备或者是安排 见中国的官方的人员 赖清德这次访问中国 中方也寻惯例给予领域通关 不需持台胞政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也首度表态 如果国台办主任张志军来台访问 只要不设前提 愿意在民进党中央跟张志军会面 能够不预设政治前提 我们都欢迎 对于两岸的互相往来 民进党一贯都是采取正面 开放支持的态度 随着蔡英文首度向北京释出善意 民进党未来的两岸政策走向 也备受瞩目 记者林姓林光皇 台北桃园报道 6月6号 由香港龙舟总会主办 香港旅发局合办的 香港龙舟嘉年华 在香港尖沙嘴海滨平台花园开幕 嘉年华的重头戏 香港国际龙舟赛即将激情上演 请看来自香港的报道 6月6号 由香港龙舟总会主办 香港旅发局合办的 香港龙舟嘉年华 在香港尖沙嘴海滨平台花园开幕 嘉年华的重头戏 香港国际龙舟赛将激情上演 从6月6号到8号 一连三天 来自10个国家和地区 近160个本地及海外龙舟会的 5000多名龙舟好手 将在维多利亚湾内 角逐24个奖项 6月6号下午 记者在香港尖沙嘴海滨看到 尽管当天只是出赛 但各个龙舟队之间的竞争 已经十分激烈 维多利亚湾内吼声连连 水花四溅 选手们伴着古典 喊着各种语言的耗子 奋力挥动着船桨 眼前这支龙舟队 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女子龙舟队 在一场国际女子组预赛中 这些女豪杰的表现格外引人注目 她们挥动船桨的频率之快 几乎让整条龙舟飞在水面之上 没有任何的悬念 她们拿下了这一场小组预赛的冠军 海面上的激战也吸引了大量的国内外游客 驻足观赏 自己看以后感觉很兴奋 而且可以喝啤酒 太厉害 龙舟赛是中国传统体育赛事之一 香港已经连续五年举办龙舟嘉年华 本届龙舟嘉年华是以活力爱庆回归为主题的 庆祝香港回归17周年的焦点活动之一 嘉年华期间 尖沙嘴海旁还将举办龙舟设计比赛展览 啤酒节路上龙舟邀请赛 并将邀请公众亲身体验路上华龙舟 6月6日演员邓超亮相上海同济大学出席了2014气候变化行动年 公民在行动的公益活动 作为主讲人之一 邓超当天讲述了自己对环保的看法 由邓超首当导演的电影《分手大师》将在6月27号公映 邓超称自己在指导影片期间也将环保意识灌输给了全剧组 而同一天台湾艺人彭玉燕亮相上海出席某品牌活动 日前彭玉燕正在拍摄新片《破风》 由于在片中饰演的是专业的自行车手这样一个角色 他透露自己在4月份就被安排在香港 接受匹迪奥运选手规格的封闭拉链 尽管训练很辛苦 但是他依旧乐在其中 更多精彩的娱乐新闻请您关注明天出版的 《星岛日报》和《随刊赋诵》的《星岛周刊》 大陆有首次三只赠送台湾的自反小熊猫 今天上午离开了福州 启程前往台北市立动物园 节目的最后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些可爱的小熊猫们 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祝您有个非常愉快的周末 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